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吃死了 到底说什么了 没什么 就是问问我的情况 问我愿不愿意去集训买 进国家队那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再告诉我啊 不太想说 你不会是高兴傻了吧 没有 我就觉得国家队那些人 我都不认识 不认识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 但他们真的好严肃 问问问题也特别严肃 关键他们跟我说 我只能带一个教练 那带杨青教练啊 他是你主教练 带他最合适 那你就不能陪着我了 我告诉你 别黏糊 我发现你到关键时刻 就特别幼稚 什么叫幼稚啊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 要跟我离别的伤感吗 我说你也要跟我离别的伤感吗 别爱你 不是你敢想地呢 我让你去帮忙 我两个人去帮忙 我们就知道 你因为你管了 因为您刚好 我不认识 反正我不想去国家队 其实我觉得学校挺好的 审队也还行 反正我觉得只要努力 成绩肯定都能练出来 我跟你说啊 国家队选毛冒起 就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 人家可是亲自来找你 你一下比赛那就来了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那 这样的话你就异地了 我想把你脑壳劈开 然后跟你游邻了 你就想什么呢你 你 我想 如果我能再大一岁就好了 再大一岁 如果我再大一岁 我就去到法定年龄了 我就可以跟你结婚了 你才二十一岁 咱能别张口闭口就说结婚吗 二十一岁怎么 教练 段雨晨是吗 对 您好 来 您面坐 就是 预备 小姐 我 可能 你没人 不愿意 我愿意 你不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到底说什么了